哥哥 你是真的要去台南念大學嗎 既然歐佳穎跟我妹總捨不得我 不如 我去登記放棄現在考到的學校 拚分科考校 不行 你不能放棄 你這次成績考這麼好 還為了我填台南大學 要拚也是我來拚 你放心 最後兩個月 我一定會全力從此 考上給你同一天大學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考上的 不管怎樣 我一定會盡全力配著你 複習功課 哥哥 那你們要加油 我會當你們的最佳應援團 你跟我來一下 你跟我來一下 看你們這樣一對一對的 我終於感受到小胖說了 單身狗的困擾 沒有那麼嚴重 你看天涯何處無芳草 天團陪你也很好 操什麼 你走開 閉嘴 你這樣是顏值擔當 對 不需要 走開 你自己去 大星星 大星星 你知道你考到哪所大學了嗎 放心 我是在台北的體育大學 還好你還留在台北 就算不是在台北 我放假也會回來 那不一樣 如果你在外縣市 那我就不能常常見到你了 所以還好你還留在台北 就算是在外縣市 你也可以來找我玩 否則我們去走走晃晃 這樣不是更好嗎 反正你就是確定 會留在台北了 那 我有件事要問你 什麼事 大星星 你現在可以好好考慮 跟我交往的事了嗎 從以前的黑白街道 變成每個畫面都是你的 我覺得 還是等你上大學再輸 我先回教室了 怎麼又把我當成小孩子 等我大學還要兩年 也太久了吧 說好的未來 再多的錯 都有我 嗨 intra to Jason 醫學系申請第一階段過了 接下來就剩面試了 我要趕快去跟劉昌芳說 學長 請等一下 你找我 畢業姐你那一天 你制服的第二顆鈕扣 可以給我嗎 他不會又是什麼傳統 不可以 他的第二顆鈕扣是我的 第三顆 第四顆 第五顆 第六顆 連褲子的鈕扣都是我的 你去找別人要吧 對不起 他剛剛跟你說的 你不是聽到了嗎 哪 怎麼了 一定會是你 對 第二天你那一天 你制服的第二顆鈕扣 可以給我嗎 到底為什麼會有人突然 跟劉昌芳要鈕扣 好 齊家寶 你都有這種學校 他要陪我讀書 我會不會累 你怎麼會 幫自己的女朋友 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哪會累 V寶 你要找我女朋友幹嘛 緊急會議 你來不來 寫一下寶寶珠寶寶 誰沒有無奈 我不用跑去躺 小蘋果 你們不能讓蘋果也可能在教室吧 對 我們還是把它帶在身邊吧 我贊成 小蘋果 我想要上廁所 一起去吧 可是我才剛上過 沒關係 少說我們有多數 我們都想要上廁所 對 走吧 走吧 我們都輸給前面 剛剛是在我們面前 上了一處幫一下事情嗎 我真的妳就不懂了 女生有情有很可怕的 連上廁所都要只撐群結隊 我媽 妳們就會去聽聽 對 所以稍後去餵一下 好期待 對 你們來了 咪寶 妳剛才傳簡訊說什麼 緊急會議是什麼事 我是想問她講 所以你們不是要上廁所 那我先走了 那小蘋果 妳就留下來 聽聽看咪寶要說什麼 對 反正也還沒有上課 不急著回去 咪寶 妳到底要說什麼 連艾依斯都找來了 我好期待 我是想問大家 知不知道什麼 有關於鈕扣的傳說 這個 我知道 妳知道 妳知道 艾麗絲 淑薇 妳有沒有什麼東西要送給我 妳想要花嗎 因為畢業要送花 還是情侶手鍊 因為她們都有 所以妳也想要 也不是妳 艾麗絲 妳想要什麼 直接跟我說嗎 我要的東西 我要的東西 快點 把妳的第二顆交出來 什麼第二顆啊 男手為製服上的第二顆鈕扣 現在是屬於我一個人的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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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是制服的第二顆鈕扣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對啊 為什麼不是第一顆第三顆 而是第二顆 不要說我對你們不好 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 就越少競爭手 第二顆鈕扣 就是離心臟最近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我們如果擁有了自己 心儀男生的第二顆鈕扣 就代表著擁有了他的心 之前就聽說哈佛高中有很多 校園傳說 沒想到還真的有 是 那我一定要努力 拿到流川風的鈕扣 我也是 上次秒到艾名的西瓜 這次我就拿到扣子 加油 加油 那我知道了 你們慢慢討論吧 我對於得到誰的鈕扣 已經沒有興趣了 我 真的好厲害 這樣可以考到這麼好的學校 我只是運氣好而已 那怡晴 你說我那時候的事情 準備得怎麼樣 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有一些行李已經打包過去了 這女生好眼熟 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她 她就是盯班的王怡晴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叫王怡晴 你以後也可以叫我鴨鴨 我 怡晴 剛才是有人在叫你嗎 沒有吧 徐老師你這是 沒錯 我就是徐老師 徐老師 在我放手之前 你先回答我一問題 可不可以 我問你 你是不是已經知道 誰是真正的王怡晴 該不會 糟了 我幹嘛自己流線 好了 我告訴你好了 再妳答應我不生長 我立刻就放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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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